给到的是河南队的主要脸贾秀权 刚才给到的是陈阳 这次进攻 不好意思 一扣 漂亮的时间 连续两场比赛都有进球 是河南队的控制 左边路 给进去 投球 我们也可以 辽宁队的近四场比赛 是丢掉了12粒进 12粒丢 给到小禁区内 漂亮 这一下的打门 还是这一下 先是给到小禁区内 外围拉菲尔 一脚进射 这一脚胸部停球的打门 再分给边路 球进了 这一脚应该是越位在先了 再来看 这一下投球没有问题 再来看这一下 嗯 没错 这一下的 是詹姆斯 是处在了越位位置 获得过中超足球先生 中国足球先生 等一下 机会 漂亮 又是马克思 我们再来看这一下 是拉菲尔的分球 马克思面对张璐 冷静推射 不得不说 因为这是比较客观的 还是来自秋卡 再来看这一下 进区内 已入对方的后卫 转身的一脚打门 全场比赛结束 河南建业队是在主场 郑州航海体育场 拿下了这场保级的关键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